就算是在圣诞节 加萨走廊依旧是炮声隆隆 以色列军队持续南北轰炸 在中部有一处难民 遭到飞弹击中 至少有70个人不幸丧命 是开战以来最致命的袭击之一 乙军也发现了哈马斯 在北部的总部地道 这里头不但铺上了瓷砖 有位于设备 还疑似有生产武器的实验室 街头突然枪声大作 人群吓了四散奔逃 在以色列南部关口拉法 卡车运送救援物资的主要路口 传出枪响 当时挤满了人群 许多在领物资 抱着大包小包拔腿 就跑陷入一阵混乱 并不知道枪响来源 耶旦节加萨走廊继续动荡 以色列军队从北轰到南 中部一处难民营 多处民房遭飞弹击中 至少70人死亡 是开战以来最致命的袭击之一 医院挤满了伤患 耶稣诞生地伯利恒 取消了往年的庆祝活动 一片寂静气氛沉重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在梵蒂岗主持紫燕弥撒时 呼吁和平 感叹耶稣的和平讯息 被战争也干 而乙军又发现了 一个大型地道网络 直指这是哈马斯 在加萨北部的指挥部 地道一够两层 一层约在地下十多公尺 另一层数十公尺 摄影机拍下地道铺了白色瓷砖 有基本的卫浴设备 还有工作区域 和大量子弹 一层也在地道内 发现了五名以色列人质的遗体 包括了三名士兵和两名平民 都是在十月七号被绑走 加萨官员表示 以色列过去二十四小时的攻击行动 造成了当地两百多人死亡 而在美国宣布 联合多国部队护航红海船之后 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宣布 将率先重启红海航线 记者组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 组合 Grenf 编号片 苗巨头跳 居水 为了